李晗慧 二十九岁 河北科技大学艺术设计硕士学历 大家好 我叫李晗慧 今年二十九岁 是来自河北科技大学的一名硕士 我学的专业是艺术设计 我希望找到一份 是媒体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你 韩慧 欢迎来到《非女模式》 好 谢谢 你本科学的是什么呀 我是专节本 本在生的研究生 我专科的时候是学的英语专业 英语几级 六级 后来就是想生本科 然后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我就想 这次不听家里的安排了 我尝试走一下我自己喜欢的 然后我就考了美术 那研究生为什么又报考了艺术设计呢 还要就业嘛 然后我就转行到了设计 我看到你的工作经历一直都在做自媒体 对 包含演员 模特 编辑 美工等等 对 对 你学的是艺术设计 为什么没有和专业领域有结合呢 这个就是说我正好 就是机缘巧合 误打误撞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从事这些行业 然后我自己做得还OK 所以说我就选择这些行业继续做下去 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可以养活自己 然后我看到你的自媒体名称 也请各位企业家呢 先看看我们求职者李寒辉的相关作品 我今天然后也准备了一个小片子 顺带让大家认识一下我 在校期间我是文艺部部长 结束了丰富的学校生活毕业之后 我是平面模特 演员 婚样模特 等一下我还是主播 会助农 会环保 会带货 也会娱乐 主持 那么多花瓶 为什么要找你 原因有很多数据最直观 拍摄服装按车拉 专制疑难客户 小热门红人数据顶呱呱 找到工作后的我就可以 我和你飞到蓝蓝的天边 我和你冲下满满的花园 我和你分享暖暖的光线 再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感谢观看《望歌》为老板 把我留下来 谢谢 不错 我想问一下 你后边那个找到工作以后 可以那个 那是你男朋友吗 我这是一个艺术手法 就是说我找到工作之后 会有一个更加美好 充满希望 高明存在的一个未来 一个设计 你怎么样来理解花瓶 对 我也想问 为什么要单单地 把花瓶这个词提出来呢 一个天去跟朋友吃饭 有一个大哥喝多了 不知道为什么 看我就特别地不顺眼 就对我指指点点 说这个花瓶不行不行不行 后来我想 我确实现在就是因为 我做模特演员行业 确实跟花瓶有点关系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生活当中 宅 然后也不爱说话 不善交际的一个人 工作当中的你呢 在工作中就不一样了 我希望给大家 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气氛 尽可能调动大家的情绪 让大家比较好的心情来工作 好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刚才短片当中 努力的花瓶 你认为自己努力在哪些方面 现在做了一个号 有个几十万的粉丝 然后我平时的时候 也会帮别人 别的品牌 别的账号 进行一些拍摄 就短视频类的 或者是进行一些直播和推广 也参加过很多公益活动 比如说祝农 那你直播的 最好的成绩是怎样呢 卖水果来说吧 大概是七八十箱吧 看了你的抖音 从2017年的8月做到今年 你做到二十万的粉丝 你觉得你职业做 就你满意你的成绩吗 我确实是17年开始发 但是没有连续做 只能是爱好 真的是随手一拍 我正式好好做的时候 是二零年的九月份 到十二月份 中间平了几个月 然后今年是大概四五月份 又开始继续做的 韩辉 那你能正面回应一下 贾总刚才提的问题吗 你对你的成绩满意吗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OK吧 那你二十万粉丝 你做起来 你感觉平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账号 剪辑 拍摄 然后场地 就服装 化妆 创意 对 都是由你独立来完成 对 所以说一个人团队 肯定是有比我更好的 我承认 但是我也可以做更多 比如说表演类的 但是我一个人 不是 我问你的问题是 你感觉你的优势是什么 你的 比如说你的脚本 或者你的设计 景跟时代潮流 然后做好内容垂直 因为是这样 我就看了一下 刚才我很认真的看一下 他就是放了一个音乐 然后扭一扭 然后转一转 那怎么样呢 我就感觉有点花瓶了 我提一个建议 既然于林她有这样的疑问 你愿不愿意现场 给我们来演示互动一下 我想搞一小段的电商直播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支持 那你愿不愿意把你销售的产品 是从我们十二位企业家 所在企业当中来选一个呢 在后台我吃到了一个 非常好吃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 好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李韩慧带来的这个 谢谢 现场直播演示互动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 慧慧子的直播间 今天呢 是我们非你莫属的直播专场 话不多说啊 现在上我们的第一号产品 我们的翠生生薯条 这个翠生生薯条了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一口吃下去就停不下来 大家聚聚的时候 什么上班的时候 喝酒聊天的时候 都要背上它 真的是太好吃了 而且你看 我们桌子上摆得满满的 就有很多的口味 供大家挑选啊 我今天来的是烧烤味 然后还有原味的 然后还有番茄 最推荐大家的是那个蜂蜜味的 特别的酥脆 一口进入鸽崩脆啊 好 大家是不是很喜欢呢 好 喜欢的宝宝们 我们小爱心点一点 我们今天来 慧慧子直播间呢 你们不是白来的 我们原价是十九块九 两包的这个翠生生啊 在慧慧子的直播间 现在超大优惠啊 我们只要十四块九两袋 两袋里面呢 像这样的一共十包 非常的划算 你可以算算啊 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 可以给我们试一下吗 太酥脆了 你能听到声音吗 味道怎么样啊 热量高不高 特别酥脆 哎呀 这个是唯一可以让我 忽略热量的产品 那有没有热量呢 吃这个会长胖吗 美食面前 热量是不值一提的 那它和其他熟的相比的话 它热量怎么样 热量非常的好 不太高哦 直播间那个小伙伴们 动动我们的小手指 跟着我们的节奏 我们嗨起来好不好 如果说我们嗨起来 效果比较好的话 我们今天 贝尼梦树专场 有我们的额爱福利 有我们这个老总 亲历我们的直播间 跟我们一起来带货 有 这个好 这个好 来 要不要 这位小伙伴们 挥到你们的双手 孩子 要 要 要 哇 来 我们的李总来了 欢迎李总 哇 哇 真好 这不正好 我们今天 是我们的脆声声 特别荣幸 能够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展示脆声声 而且还有这么好的美女 简直就是一位 脆声声而生啊 是不是今天 谁说这么多 我们想要福利 对 我没有福利 今天就无所谓成本 咱就秒杀 哇 谢谢李总 李总 李总 鸿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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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秒杀多少钱 来 零点一元 十八 对 我秒杀一下 对 零点一元 我们进行一波秒杀 你们想我们抠起666啊 好 来 我们现在三二一 上加抢一下 来 恭喜你 没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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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等一等 你们不要走 等一等 加单 加单 抢到的是在直播间里抠一下棒 好不好 我们退声声棒不棒 棒 没抢到 棒 没抢到 再来一波 再来一波 棒 谢谢大家 厉害厉害 欢迎来到 欢迎拍手的直播间 好 那我们就先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 欢迎拍手再来 宝宝们 来 我们先请我们的李总 从直播间回到您的座位上 李总辛苦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来吧 我们先问问 刚才出现在直播间当中的李总 感受怎么样 太棒了 为什么呢 当然了 卖的你的产品当然棒了 不仅仅是 这肯定是 这个是我的荣幸 刚才荣儿一直在问她专业的问题 虽然她不太懂 但是她回答的技巧非常好 对 你在不懂的情况下 能回答到那个程度已经很好了 但实际上直播的时候 关于产品的特点 我们肯定是要沟通的 她什么方式 跟大家的互动 那种韵律啊 而且就是我们没有任何沟通 其实她上来说要带我的产品 我也懵 但是你看她那个消费场景 就给罗列的真的特别好 追剧的时候 是吧 什么喝啤酒的时候 恰好就是我们的消费场景 而且我们产品特点 她抓得非常好 就脆嘛 这孩子就很敏锐 那你像这样的求职者 愿意给一个这样的岗位吗 当然 来 我们给她点掌声 谢谢 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我要问一下韩慧 你刚才在这个演示的时候 把高跟鞋脱了 为什么 这个就要敬意 就是一般这种直播间 只卡到上半身 脱了鞋子之后 就是运力会更好一点 我觉得这个小细节 也挺打动我的 是 对 我刚才注意到了 看起来 而且我刚才虽然说到 看起来较低低的 虽然说她对产品 确实不是了解 这些缺点 但是她其实她对整个的 这个把握和控场 非常强 我觉得刚才于宁 对你的这个分析 我特别不精确 她说什么 你就摇来摇去 其实你看你这个 刚才这个直播状态 就懂了 她账号的定位 是做健身达人的定位 对 所以她需要有一些健身 包括带健身的一些服装 道具等等 对 所以其实是跟你的 你的这个标签 是非常的这个精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于宁这个认知有问题 我觉得你呢 能做到四年做二十万 我觉得其实特别不容易 尤其你是素人 像我们很多企业家 我们都做了不到二十万呢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质疑 因为我是在想 她四年之间 写了有很多的红利 而且专制在干这件事情 但你刚才我要收回 我的那个存疑 我觉得人就是在那个状态 你把你最好的东西绽放了 是最美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就这个女生 她刚刚所有的表达 如果放在生活场景里面 是有一点点过的 但是就是她这样的这种状态 在镜头上 你稍微有一些这个夸张的 然后有一点过的这样 其实刚刚好的 反而我们这样有点弱 这个其实是我之前的领导 跟我沟通过 特别好 我现实中就是不说话 她就特别适合镜头 然后后来领导跟我说 你不要这样 你要放开 这个是你的工作 这个是你的舞台 你放得开 你的观众们才会很开心 放得开 来 有请12位企业家做选择 九盏灯留下了 成功进入到你今天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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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开始你那十几秒就是一个动作嘛老在重复 但是你刚才是真的很有才艺 加上你直播的表现非常好 非常感谢老师对我的评价 我想说一下就是对我花瓶这个事 就是我很怕我一上台 大家都觉得我只有张脸蛋 没有什么实力 我工作的时候也是非常用功努力 外表是一方面 其实外表我也很努力 其实外表我也很努力 我业余时间除了宅家看电视打游戏就是健身 所以说我的垂直也是健身类的一个垂直号 包括余老师刚刚说的就是说 我就是扭一扭 但是余老师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换一个人扭没准就不是那个效果 你当真了 他的意思不是说扭一扭 他嫌的是你扭的时间短 还有一点 韩慧 你不要太介意别人说你是花瓶 因为有很多人他想到花瓶当不了 比如说余宁 他想到一个花瓶但他当不了 但是余宁也很帅 如果十分钟的了解 可能会说花瓶 但是多一点时间 一定感觉你是有内涵的 而且我在这个舞台上之前 也想招过一个女选手 我全程都在夸她 最后她把我灭灯了 所以我认为应该先小骂大爱 给你一些机会展示 所以我们接下来想问问你一些 关于实力的问题 对吧 你抖音账号已经做了大概两年对吧 二十万粉丝 中间有变现过吗 有进行一些小变现 我其实这个账号来讲 我就想先做到一定粉丝之后 找到相应的一个供应链吧 就没准我会 就是我刚刚蹦地上直播带货一下 就是变现主要方式直播带货 我现在变现的方式就是 接一些广告 然后接一些线下的活动 直播这样 我听你刚说 你一个人在做这个账号 没有想过和一些团队去合作吗 我之前有被团队坑过 很影响我的生活 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会非常小心 那你做这四年你整体变现收益 大概多少方面说吗 一个月大概一到两万吧 你进到企业里面以后 企业可能会用他的账号 或者跟你账号会互动 可能不会主推你的账号 你接送了 没问题 我还挺吃惊的 我觉得就是现在 就是年轻人的用语 第一次看到就是主播会说 屏幕前面的老公们节日快乐 然后跳了一段舞 然后我觉得这个表达还挺心潮的 我第一次听我觉得好可爱 既然聊到了他和粉丝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也可能能够折射出 一部分他的职场情商 接下来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 李晗慧的职场情商怎么样 你遇到意见不合的情况 如何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 不得罪他人 遇见不合的时候 我就是先倾听对方 就是肯定是 都是为这个品牌 或怎么样 都是好的事情 求同存异吧 找到一些共同的点 然后进行下去 然后先肯定他的共同的点 然后再提出自己的一个 想法和意见 希望对方也是 就是相互站在对方的角度 来考虑这个事情 韩慧刚才的回答非常好 就是虽然这个 这个题目 它是一个框架性的问题 但他逻辑思维很清晰 第一点 求同存异 就是说明他会认同 对方的差异化观点 第二个是 他加分下就是情商 我先肯定对方 那么这两点 他就让对方知道了 我不是为了杠金而去反对你 而是说我理解这个事情 会有不同的差异化观点 我觉得没问题 非常好 好 到这里 我要再次来询问一下 我们的李晗慧 你今天来找的是 新媒体类的主播 或者编辑岗位 期望薪酬是八千家 但是我看到工作地点 写的是天津和石家庄 对 除了这两个地点之外的 工作岗位考虑吗 不想离老家太远 斤斤计把 北京我觉得有一点点压力 但是也OK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 刘登的九位企业家 根据李晗慧刚才的综合表现 做出他们的选择 有请 好的 晗慧 进入到你的最后一个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大林天地呢 是数字化品牌营销公关公司 我给你的是媒介助理 就是拓展一些媒介的资源 但是其实我们媒体资源 已经相当好了 但是你可能要加深巩固 维护 然后这是基础嘛 然后做好了之后 也可以拓展别的一些岗位 我给你八千 按照你的意向薪酬给的 我们是在北京东三环 翠生生给到你的职位 是带货主播 就是我们做抖音的电波 月薪是一万二加 工作地点在天津 我们月薪EIA专门做 零售门店无人画的 新媒体的这个运营 主要在抖音上做直播 那我们岗位在北京八千加 唐慧 我特别喜欢你 我觉得你不只是一个 努力的花瓶 你是一个很有灵性的花瓶 谢谢 我觉得直播做主播 主播带货的话 有点太屈才了 我认为其实台前的工作 可能比较短暂 但对你来说 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在 短视频运营呀 或者在这个策划方面 加深一点的话 你在这条路上会走得更长 最终中也会让你参与到 短视频运营的队伍里面来 所以我这边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我们这边兄弟公司 这个威梦传媒的 这个短视频运营的岗位 我给你提供岗位是在北京 新的十八千加 团队的很多人跟你一样 都是很有活力的 颜值也很高的 我觉得你要找到 同类人在一起工作 才会更开心 InFace是国内 一家新锐的美容仪器品牌 然后我们也是 小米投资的 小米生态链公司 然后我提供的这个岗位 是一个官方媒体的 一个主播的一个职位 工作地点在杭州 我们杭州有一个 品牌应用中心或者深圳 深圳市总部 给你的薪资是一万二千 然后再加上一个 店铺直播的一个提成 来吧 李晗慧 考虑一下 灭掉他们当中的 三位身旁的按钮 请出发 谢谢姨嫂 谢谢姨嫂 谢谢 谢谢您 谢谢您 好漂亮 谢谢 来 我们有请萧音和李群 走上竞产台 李晗慧回到舞台上 InFace呢 刚才为我介绍 我们是一个做 美容仪器的一个 新锐品牌 然后我们公司总部在深圳 我们平均年纪只有27岁 所以然后我们 百分之七十都是女生 要是来我们这儿呢 就是你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 像你一样的小伙伴 然后我们的用户 也非常非常地年轻 95后占54% 然后我们的员工 也是我们的用户 我们很多的用户 也成为了我们的员工 非常期待你能加入我们 想问一下 就是职业发展的问题 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主播 就是咱们公司来讲 今后的一个发展规划 是有没有一些安排 因为我们其实还没有 正式地去签那个明星代言 其实我们一直想 就是在我们这么多的 这个优秀的一些员工 这漂亮的这个小姐姐 小美女们 这个培养出几个 然后曾经公司市场部说 想把我的这个 个人的这个IP 培养起来 但是这个 我是我们公司 颜值最差的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比如说你要能加入的话 我们希望可以打造 代表企业的一个品牌的 一个个人的IP形象 对也能发挥你一些 这个其他的一些 这个运营啊 还有就是你的才能吧 好 好 谢谢 崔升升是一个新进的 网红品牌 她的特点就是 既好吃又健康 你的标签呢 健身达人 同时呢 你的所有的学历 证明你非常的理性 而且是属于知性美女 所有的这些东西 就是和 崔升升的调性 非常的大 你的以后呢 就是说 你可以在我这做主播 最后呢 参与到我们的 新媒体运营中来 随后呢 如果说有一天说 我不想在台前再露面了 我们可以直接转运营 而且呢 可以给我做培训 等等等等 而且我们可以 跟你个人号联动 给出的新筹 是新媒体运营 加主播 同时一万三 我又涨了一千 不好意思 好吧 韩慧 接下来 轮到你考虑了 几秒钟的时间 在InFace和崔升升之间 选择其中之一 或者谢谢再见 考虑时间 现在开始 好的 韩慧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翠生生 好 恭喜李璇也祝贺 我们的李韩慧 来和企业家握个手吧 谢谢李总 先跟失败者握一个手 谢谢 好帅啊 为你的霸气装服了 谢谢李总